江江三人行 今天我们这里彭壁生辉 真的生辉全量了 马博士有面子 给我们请来一位香港的大人物 不敢当 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 我想香港人当然对你都很熟悉 但是大陆观众 有一些即便是不熟悉的 经常在电视新闻上 也对你这张脸早已经是手脸了 因为我有很多角度 可以从梁先生最终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包括梁先生的是一个专业 对于说房地产的问题 整个专业规划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期待听到一些事情 然后包括梁先生 特别接两年 去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包括谈美食 谈美食也是专家 我们也可以懂得怎么样吃 怎么好好的吃一个东西 我知道他还是养花种草的专家 还是教育孩子的专家 梁先生今天请你来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你身上是个有历史的人 尤其是可能对于大陆观众 比较有人文感的会感兴趣 当年九七回归之前 有一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秘书长就是您 这个等于参与香港回归的很多重要工作 而且还有观众就有问题 说行政会议 都说行政会议召集人 感觉是香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有人把它比作外国的那种内阁 这个比方有道理吗 也可以谈一下 确实这个是比较特殊 在很多其他社会没有 在我们国家体制没有 这个也很说明 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两种制度 在香港的制度下面 我们政治体制有的一个东西 我们严格来说 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的行政会议 在基本法里面 你在行政体制 或者政治体制 这一章里面有一节 是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这一节里面 有三段是行政会议 所以我们是给行政长官干活的 意思就是说 从社会上各个方面 由行政长官他去聘 邀请一些各方面一些专家 对社会上各个问题 比如说医疗 规划金融等等这些 有任职一些人在他身边 所有重要的决策 都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行政长官做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 他不能自己坐在屋子里面做 他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但是也不是我们这些 行政会议成员做的一些决定 而由行政长官在行政会议做的决定 今天我们想请你接接历史的密闻 因为从香港回归前后一直到现在 我想很多观众会感兴趣 您跟北京的高层互动当然是相当密切 但是您又是一个纯粹的在香港长大的这么一个 香港赛 这个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开始的时候啊 应该说84年吧 84年开始参加向回归的工作 一直到97年13年的时间里面 内地的变化很大 内地变化不仅是说经济发展啊 生活水平啊 而且呢 观念包括官员的观念 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 84年85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对 对新闻界 记者要采访他们 他们就比较拘谨 而且呢 讲话不多 很严肃 后来呢 慢慢的习惯了香港这一套了 就是官员跟新闻界之间 这个距离呢 可以大大的一个缩小 而且他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对香港 香港人的想法 要求 甚至乎对香港回归的种种有关的顾虑 也不很清楚 到了后来呢 基本法起草的过程的这个末端 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呢 其实掌握得很清楚 绝大多数 参与香港 我接触的就全部了 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呢 他们确实是非常爱护香港 给香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说爱护香港 那相对的当时参与整个谈判的 英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去世 1月22号 那个克力达去世 克力达以前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马博士给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克力达 克力达叫英国人 他在剑球大学读完书 然后就进入英国当官了 主要在外交系统来做的 他在中文还是在香港学的 他先去新加坡 后来来香港学中文 然后呢 后来就从事外交了 他上1967年 他在北京 北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运动吗 还曾经有人放火烧 这个英国大使馆 对对对 当时他就是被揍了 他被揍了 然后被关 被保护 可是被等于是软禁了 在使馆去一个月 后来收回80年代 他就负责 替当时的英国首相 他当时是当英国的驻华大使 然后来处理中英谈判 那这个过程里面 他做了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据说我不晓得这个 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整个情况 据说当时的英国的立场 刚开始是怎么样 想要说 香港有分香港岛九龙半岛跟新界 新界是租的 其他两个地方是各让的 那我只还新界给你 我保留九龙跟香港 是打这种如意算盘 然后就说 克力达是说服了英国政府说 你别想了 你还了新界 你楼的那个九龙跟香港没有用 不可能的事 你不如就全部来承认 承认那个要归还 可是归还的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来好好处理大家的关系 包括香港人的关系等等 是这样的情况吗 克力达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外交家 而且他是一个中国通 他对中国的情况 尤其是中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 当时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的决心 他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他跟当时英国首相 英国其他的政治家 外交官 持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必须跟中国谈判 英国不能单方面 自己说了算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 就是签的这个协议 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 还是比没有协议好 那么至于这个具体的内容 基本法的具体内容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听了很多 香港市民的意见 我们反复的两头跑 北京开会 香港开会 在香港听了 香港当时六百万市民的意见 我当时是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 余所长 我们有180个来自社会上 各个阶层 各个行业的委员 港市顾问是吧 那个是咨询委员 基本法咨询委员 有学生团体 这一方组织 要请我我就去 上学人我也去 上百万我也去 就听意见 很多现在回想起来 感到有点天方夜谈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经历过了 什么天方夜谈 比如说 我们在中环听意见 很多来向我们表示意见呢 其实谈一些比较抽象的 谈什么呢 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 你到了居民点去听意见 讲了大顿 人家就问你 梁先生讲了这么多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1997年7月1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第一天早上 我下楼买第一份早餐 用什么钞票 这个有意思 用什么钞票 那我说 我们这个基本法草稿里面有 这个1988年 里面有 港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法定货币 自由流通 自由兑换等等 那么人家就说 梁先生你这人太年轻 业本人打香港的时候 你没出声 49年解放的时候 你也没出声 告诉你 政权一换 第一个事情 就换钞票 他说 他说你97年7月1号 当天不可能用港币 肯定用人民币 结果不但港币 一直用到今天 而且今天香港的很多店铺 都贴出来 欢迎用人民币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讲这港币的故事 挺逗的 88年的时候 基本法第一搞出来的时候 确实大伙 对97年后 不管是一些 比如抽象的民主 法治 自由 人权 有兴趣 其实很多人对钞票很有兴趣 没有人对钞票没兴趣 所以那个是我们基本法里面 已经有了这么一段 但是人家没有信心 我说基本法有了 我们家还是用港币 人家说好 就算了用港币 谁发行就要港币 那我说 我们也有一段 在基本法里面都想到了 原有银行可以继续发钞 其他银行可以得到特区政府授权 也可以参与发钞 那么人家说 你说原有银行就现在说两家 一个汇丰银行跟渣打银行 这两个给发钞 渣打的干脆就是英国银行 在香港还没有注册一个分行 那个时候没有 汇丰银行刚刚欠册 欠册就是把这个注册地 从香港搬到伦敦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确实香港也 回头看 也应该讲说有点风雨飘摇 所以大伙问这个问题说 原有银行 这两家银行那怎么办 你让人家发钞 人家也不一定发钞 那我就说没办法 中国银行最近的业务做得越来越好 中国银行完全可以参与发钞 那个时候中国银行还没有上市 在香港这个市场份额 没有今天这么大等等 有些老百姓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银行发钞 鬼要 鬼谁要 广东人都说鬼怎么鬼 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信心 你要是收到三张钞票 一张是中国银行的 一张是汇丰的 一张是渣打的 那么首先就把中国银行这张线划掉 这样下去 慢慢中国银行钞票就贬值 大伙就顾虑 当然了 到最后90年办部的基本法 还是这样定 定了之后 从90到97我们的七年时间 这个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伟大的地方 90年基本法办部 我们还留了七年时间 把一些在基本法里面定下来的一些条文 怎么把它操作起来 他有七年时间去研究 所以90年基本法 颁布之后 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安子介先生 安子介先生 他就振壁呼 就成立了一个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这类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 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 中国银行作为一个很大的稳定力量 可以参加发钞 我们有几年时间去研究 所以到中银回归前发钞 对天啊 来 我们来分一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保留了一张中银发的钞票 通过银行 发的钞票 这是你这张从那时候保留下来的 我就放在钱包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常 尤其是我们在 在给社会做事情 有些事情比较复杂 你一下子呢 想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你把这些目标定入 然后呢 一步一步往前走 总有可以找到好的 稳妥的解决办法那一天 我们当年做中银发钞的准备工作呢 就是这样 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嘛 民主法制自由等等 一直引来这部分是蛮困难的 那这部分相对的要很非常依赖信心啊 因为你完全没办法看到嘛 没办法看到说发钞货币成不成功 那个经济稍一怎么样啊 又建立在信心上面 像整个过渡期里面啊 当时像回头看的确非常荒谬啊 用回梁先生刚说天方夜谭的事情啊 当时很多朋友讨论 我还记得有些女性朋友就很担心一个问题 你刚说7月1号一定是男的问你的 关于钱的问题啊 是个男性问题是吧 有女性朋友就问说7月1号的交会啊 我们去铜锣环中环那些商店 会不会全部变成友谊商店啊 那个还能买到什么Prada什么LV吗 什么什么 结果文涛啊 结果噩梦还是成真了 一样买不到现在 为什么都给内地人买 香港人还是买不到 没有建筑买 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梁先生啊 好像在各种场合还是讲 这个一国两制到今天看是成功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香港本地的人啊 经常会猜测 就说你们这些香港高官 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 究竟关起门来是怎么说话的 是一种什么关系 比如经常看特首又到北京 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去请示阿爷去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去请罪去了 但是咱们很想知道这个内幕 你跟这个中方的这个官员 打交道也很多 你们比如说关起门来聊天 是怎么一个气场呢 回归前后啊 我们都都做了很多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 一个需要啊 往往坦白说也是一个挑战 什么工作呢 沟通的工作 就是中央北京 或者整个中国内地 跟香港之间的沟通 因为往往呢 两地的文化观念 有些时候呢 坦白说这利益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 所以呢就沟通工作 这个也是困难所在 往往呢 到了内地 内地就碰了说 哎 谢谢你回去香港 把这些观点呢 给香港朋友介绍 说明清楚 我们在香港也碰了很多 很多这样的这些要求啊 像市民啊 像政党啊 说哎 你们到了内地 到了北京啊 把香港市民的 要把它说清楚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工作 工作的一个很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看97前这段时间啊 从比如说82年中英谈判 到97年 15年时间 包括里面有5年的时间 七小基本法 97呢 到现在13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沟通工作呢 做得相当不错 相较两地啊 呃 之间这个相互的这个理解呢 确实这个这个程度 这个水平比过去高得多了 就你了解 真的就是说 北京中央政府那边 就是没有像这个香港这边下指令吧 就是你们要必须怎么怎么样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 完全是按照基本法的办事 嗯 完全按照基本法办事 这个呢 确实不仅是 呃 我们这样的人这样说哈 像大部分市民都这样说 同时呢 外国人 他们也是也这样想这样说 呃 我记得前年 我带了一个团到到美国 到纽约 到华盛顿 去呃 谈香港回归10周年 嗯 2007年嘛 谈向向回归10周年 呃 香港总有的情况 那么我们每年都这么一些团 到美国去也都也到欧洲去 嗯 呃 说香港一国两制啊 我们怎么成功基本法怎么落实 哎 谁知道 美国的朋友们 不管是纽约的工商界 或者是华盛顿 对 政界 他们基本上说 哎 西外 谈你别的 谈你别的 哈哈哈哈 谈你别的 他们就觉得觉得这已经是事实了 啊 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说哎 我们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 谈别的吧 嗯 所以不是时代周刊 嗯 曾经 不是 这个 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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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华盛项 不是曾经过去了 嗯 有一个 奉勿故的 口PS 城市 граф 后来他们收回了 这个说法 嗯 所以 07年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想谈一个新的话题 代表香港回归的种种啊 香港英国两制这个成功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这些事实 我们谈什么呢 就是将来中美之间 尤其是在经贸关系上 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 起一个什么作用 他们对这个新题目感兴趣 已经是展望新里程了 象象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都提出来了 您这个普通话 我看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建筑 你是怎么样 这个普通话现在说的这么好的呢 1978年 香港有帮专业人士 都是香港宅 香港女 组织了一个专业人士 出进现代化协会 那个时候国家不是提出一个目标吗 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我们这些律师 工程师 测量师 会计师等等 大概那个上学不到 组织了这么一个会 我们的宗旨呢 就是把香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呢 带到内地去 首先是深圳 也要是广州 也要是上海北京 从南到北这样走 我1978年 参加了之后 就经常到内地去讲课 对象呢 对象从来不是学校的学生 对象从来是官员 就谈外面一些市场经济的一些事情 好 头三年 进去讲课呢 都是讲广东话 还有人家给我配翻译 还要打字幕 同乡传译 还有人家给我配翻译 我心里面感到很不好 所以呢 到了有一次 我记得是 这个第一次我用普通话讲 就在珠海 事先把三个小时讲的内容啊 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邀请我一个同事 他是印刘华侨 他北京长大 他这个普通话呢 说的很标准 我请他呢 给我念一遍 录了音 我就反复的听 天哪 听了之后 好学生啊 听了之后呢 就是 到了现场站起来 就拿着稿子念 念稿子 念三个小时稿子 念得自以为是的普通话 结果最后还是要翻译 结果弄了六个钟头 结果呢 基本上听懂了吧 至少呢 自己跨越了心里的障碍 心里这一关 心里障碍 所以后来呢 慢慢讲的机会也多了 84年参加有关想回归的工作 到北京去开会 跟北京的委员们开会的 这个次数越来越多 所以练习的机会多了 所以应该不讲 现在在跟这个北京官员谈话 已经不用后边讲个翻译了 还可以替其他人翻译 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 还是讲不好 像我一样 我觉得确实是两地 所以这个讲话是有个文化的不同 谢谢大家